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这也是绝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心声 今年来香港社会精致发展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渐显现 极少数人对其进行错误归因 万古历史和事实蒙目歪曲否定一国两制 一小撮港独分子也撑之而动造成恶劣影响 对其习主席明确划出三条底线 长调任何危害国家举权安全 讨战中央权利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 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过去一段时间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果断出手 全国人带直实对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 香港法院裁定取消那些没有依法算式的议员就任机格 特别政府按照香港社团条例 依法建制香港民主党的运作 这次举措大快人心 有力展示二次打击港独和本土基金分离力量的坚强决心 实际上绝大数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对港独分子都是深恶痛绝的 港独的恶劣行径 欲罚不容 欲理不通 欲情不合 是不得人心 也绝不可能成事的 我们广大香港市民也一定会以零容忍的态度 坚决反对港独 以坚长定义坚决回顾一国两制 紧紧抓住融入发展国家大局的机遇 发展进制 改善民生 着力加长宪法和基本法 宣传遭遇 大力支持青少年成长发展 其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